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高樓大廈臨立 當中有不少建築物 不僅設計和外形獨特 更享譽世界 位於香港島的匯豐銀行大廈 外形就好像一個巨大的機械人 全棟大廈採用了高達三萬公噸的鋼料 建築費用十分高昂 匯豐銀行大廈採用了全開放式的透視設計 底部完全闖開,也沒有多少柱 人們可以乘搭扶手電梯進入銀行的大堂 由內部觀賞這座建築物 銀行門口更有一對同獅子看守 成為銀行的象徵 距離匯豐銀行沒有多遠的中銀大廈 由著名的華裔建築師貝月明設計 樓高七十層,高聳入雲 銀行的外形就好像竹一樣破土而出 外牆使用了反光的藍色玻璃圍幕 十分之特別 遠遠望過去 中銀大廈就好像閃閃發光的水晶 非常觸目 而且銀行的外形不是一般建築物 採用的方形 而是由四個三角柱新組成 在不同的角度看 會有不同的樂趣 同樣位於香港島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生育 外形也十分之獨特 建築物最大的特色是呈壺形的屋頂 這個屋頂好像一隻展翅非常大廟 充滿動感 屋頂上面使用了銀灰色的鋁合金瓦片 令到整座建築物閃閃生輝 香港體育館是另一座設計獨特的建築物 它的外形好像一個漏斗 是香港第一座達國際水平的室內體育館 館裏面有表演場、室內運動場、展覽場地等等 適合舉辦各種體育、娛樂或文化節目